半空寶盒奪建筑大獎 下月中開幕 廣東省博物館會是廣州新文化地標 花費8億人民幣 用6年才起好 有4層樓高 特別的地方是離地8米 整個盒好像浮在草坡上 離地浮在地 中間有個桶落地 上去有個大的鋼架 佔住了展館 周圍是天地 異念是來自中國寶盒 裡面的空間一層一層展露出來 引人去發掘裡面的寶藏 館內是天然採光 是比較小博物館會這樣做 這座設計獲得今年建築師學會 全年境外建築大獎 而本港建築處花費2.3億 起的新鑽石山火葬場 就獲得境內優異獎 尿陷整個設計就好像遠航船 送死者去到極樂世界 東九龍會基書院 學生宿舍和綜合大樓 以環保為設計主線 也贏得境內優異獎